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是TOMAY ISLAND的島建日記 EP13 第13集 我們一起來建設島民代表自己的住宅周邊吧 日記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獲得提前收看影片等等許多福利喲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地圖的進展吧 今天的第13集 我們是接著第10集的復古廣場上來 將地圖最靠近上面的部分 作為我的自宅區域吧 先來跑一下今天整個區域 感受一下這裡面積的大小 首先是鋪路面來mark一下房屋的位置 自己家的房屋佔地面積是4x5 那就決定是這裡啦 然後來鏟一下斜坡的位置吧 這樣就放好啦 首先來鋪一下自宅前面的陸磚 選取的還是這款佔用三個格子的設計 然而這次選擇交錯開來鋪地 兩邊的格子並不一定只鋪在鏡頭的位置 讓中間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露出下面草地的感覺 那整體的效果就是這樣啦 柵欄如果放在斜坡上來的第一格 會有一點點障礙感 選擇重新放一下 信箱的位置也改到斜坡這邊 因為院子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非常想要在這個邊緣的位置種樹 然而懸崖的邊邊理論上是不可以種樹的 所以就使用了懸崖種樹的這個bug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邊邊種樹啦 然後我們就在邊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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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 院子裡一共有三棵擴葉樹 因為後背靠著三層懸崖和大海 總有一點不安全感 於是在二層的部分放置一排牢籠籠 就用圍簾看了一種圍欄的安全感啦 這樣從三層看過去就有一種圍欄的安全感啦 Copho 加上圍欄里的圍欄 就買了圍欄的圍欄地圍欄的圍欄 也是在呃欄的圍欄的圍欄裡的圍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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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間 放一個DIY工作桌會是很方便的選擇 放一個小院子 打造一個可以喝下午茶 吃甜點的休息區 沙發靠墊的改色是馬兒贈送的布料喲 這裡放好蛋糕還有咖啡 來把門上的裝飾也換成最新款的吧 接下來我們來做右邊這個區域吧 這裡是居民區四季工程上來二層的位置 首先我們來鋪路面 先mark一下之後樹木會在的位置 柵欄的部分還是選擇西洋風和樹叢的間隔 來繼續鋪路面 因為是長椅一左一右的兩棵樹木 所以針葉樹還是選擇L尺寸的 這樣才會和成熟體的闊葉樹是一樣高的 來用柵欄將這個區域分成兩個部分 在這裡把這個模型還給了 在這裡做好看 然後在這裡做好看 然後就先穿上去的畫面 在這裡做好看 然後就把這個畫面 在這裡做好看 然後就在這裡做好看 角落 種植一些花花 靠近鏡頭的部分 種植並非當季不開花的灌木 來製造出一種馬路鏡頭的感覺 兩個電話亭的配色 選擇的是白色和棕色 是為了對應旁邊復古廣場 白色和棕色的園藝推車 因為這裡附近都是偏集市比較熱鬧的區域 已經放置了很多家具和物品 現在這個區域呢 就想要做成以花草樹木為主 家具偏少一些些的休息區 也很像是居民的住宅區市中心 會有的市民公園那種感覺 這裡如果種一棵樹 就會和前排的蒸葉樹重合了 於是重新調整一下位置 花朵則選擇黑色和白色不同品種的搭配 因为 因为后排的马路只有两格宽 种植一棵m尺寸的小树 就不怕遮挡视野啦 今天最后一个部分 是从复古广场走过来的这个小拐角 首先我们来种一棵树 这里将南瓜系列的家具全部都反过来放 就看不到他们正面怪异的表情啦 感恩节的限定家具里也有一颗小南瓜 万圣节和感恩节家具的联动 那最后还是铺碎花来结尾吧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走一下今天建好的区域吧 自宅的位置选择了第三层 小院子里有方便的DIY桌 有可以喝下午茶的休息区 下来之后连接的是复古广场 从复古广场拉低视角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家 走过来的右边是居民区里 一个中心公园的区域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的变化吧 EP13 岛民代表终于也正式入住啦 建好了自宅的小院子 也做了一个城市公园来连接四周的各个区域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岛建日记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呀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Bye